我不認同自己是性感老師 完全不認同 幾百個學生 只有二十多人可以讀 然後就覺得 很帥 只有我讀 那時候我就選了 我是試過 七天沒有洗頭 三天 三夜沒有洗澡 就是為了趕我的 Final Year Project 再加那邊的功課 哈囉 各位CT Good Jobs的讀者 大家好 我是主持 演員 Youtuber 陳欣欣 中學做的part time有很多 還有這件事我沒有公開過香港 因為那時候為了賺來用錢 然後就想買東西 購物買衣服 我有回個補習社 有幫人補骨閘 師寶 又有 然後有夾畫畫 有回個餐廳 真的做侍應 因為那時候想試一下玩一下 體會一下是什麼滋味 但其實很難做 就是要捧著很重的食物 和碟 就是那些杯 對我來說是最輕鬆的 對我來說 因為其實 你真的坐在那裡 人家就幫你扮靚 然後你就收錢了 所以那時候 中學時期覺得最容易賺的 就是會是模特兒 這個絕對不是我 入行的原因 就是因為我 為什麼會入行呢 其實是 我無緣無故每天收到一個訊息 有一個人 他就說 自稱是一個電視台的寫者 就會籌備一個節目 問我有沒有興趣 為拍攝 然後我那時候 以為是騙案 因為你不知是誰 真的無緣無故 在Facebook找你 你不會認識他是誰監製 或者是一些很出名的人 他只不過是節目的寫者 其實你不會認識他是誰 然後我就覺得 我不是騙案呢 誰知道 我很多朋友都收到 有一天就約去Casting 約在以前我舊公司 就是TVB的大廈那裡見 我們就知道 不是騙人的 因為他真的在將軍路面試 所以就 不打不撞 就進入了 做我人生之中 第一個總藝節目 就是《年輕人聊天》的節目 之後就 我進入了韓 我的志願 是做一個Fashion Designer的 我選大學的時候 當然我很希望可以入到 唯一可以讀到 就是香港的Poly 至於為什麼會選擇內衣設計 其實真的純粹因為我覺得很帥 因為內衣設計很專門 而且為什麼當時會選擇 就是因為他只是 最高GPA的學生才可以選擇 我覺得很有挑戰性 就是你最高GPA才可以入 那我就選擇了 但是當然 其實不只是因為型的 而且 我真的覺得很漂亮 內衣這件事 因為在女性的身體上 你怎麼可以用這麼小的布 去塑造成一個很漂亮的形象 這件事 我覺得對我來說 是我想追求的東西 所以那時候就選擇了 內衣設計去讀 我回到一個委員會之後 就發現和自己想像中很大出入 做什麼都不同 學生不同 就是我走show 我要交功課 我想畫什麼就畫什麼 但是你出來 加入一間公司的時候 你就要配合公司 很Commercial的一些作品 我更加知道自己 其實真的一個坐不定 很好動 還有很需要和別人 Social的一個人 然後要我每一天 重複性地 和好一個規律的時間 去上班 並不可行 所以我之後就從這個方向去想 我將來想做什麼工作 就是我喜歡一些有彈性 有可能多一些Creativity的工作 因為那時候就 就是一邊上學 一邊就拍節目 所以其實都很忙 我那時候還要在Final Year 那時候開始拍攝 那你也知道 讀Fashion Design的學生 Final Year的時候 其實是有多厝多辛苦 我那時候在美國Exchange 真的讀下去設計 然後我試過 七天沒有洗頭 三天三夜沒有洗澡 就是為了趕我的Final Year Project 再加那邊的功課 然後我那時候 真的快變人乾 真的快死了 我人生最辛苦的時候 所以讀設計 真的不是說玩 你一定要很喜歡 你才能捱得到那段時間 經過那段時間之後 剛好我又在拍攝 很忙 其實我還沒有一個時間 可以坐定想想我將來的規劃 既然一直在拍攝節目 我已經有收入 到時我再存職 我可以有多點收入 更加可以好好發展我自己的事業 那時候就不打不撞 就順勢就繼續做這一行 說實在我在電視台裡的工作 其實我要想試 想體驗 想經歷過的事 我都做完了 其實我都希望自己是一個不斷進步 我很想挑戰自己 亦都很想踏出 comfort zone 你才可以找到更多面向的自己 所以我就會逼自己 要踏出 comfort zone 離開了電視台 然後就去追我自己更加想做的事 因為我一直以來最大的夢想 就是希望可以拍到電影 因為你在電視台工作的時候 其實工作機會很被動 你要這麼巧那個監製 這麼巧高層想認識你 然後他們又會給你機會試 你才可以成為到那樣東西 那不是每個人都這麼幸運 要天時地利人和去配合 那我自己就實際一點 我只是覺得我終於不用回一朝九晚五 我可以自由自在 控制自己的timetable 很flexible地去拍攝 然後可以在幕前說話 那這件事我已經覺得很開心 我不認同自己是性感老師 完全不認同 我覺得世人對我的誤解就太大了 我從來都沒有把自己定型為一個性感的形象 因為我也不想用這個形象去顯示給大家看 因為我自己一向都是真性情一點 貼地一點的路線 其實性感只不過是我其中真性情的一部分 因為我就是不介意去 展示自己認為自信的一面給大家看 其實我都不是一個特別自信的人 但是我會逼自己去成為一個 成為更好 就是better me 但是性感這個形象我絕對不認同 所以其實我還是保持真性情 比較貼地一點 做回自己的形象我就會最舒服最開心